活动司仪用凡败演唱准提神咒 并结合颂波进行表演 带领在场所有人的身心灵逐渐平静 感受咒语与颂波的殊胜能量 另外还有老师表演敦煌舞姿 献贡准提灯 展现优雅动人的舞蹈之美 这场活动是台中乐禅林道场 剑寿法师第一本新书发表会 书名为《绝21》 要带领大众学习如何禅修 运用我们的绝性 在21天当中可以改变人生 所以这个绝我们是以达摩 我们祖师的三经论 从宣脉论 物性论到破相论 用这三论来当基础 那么来跟大众做分享 来学习怎么样做禅修 那么在禅修当中 能够静心 定心 民心 也希望把这样一个绝的教育 能够广传给每一位有缘的人 阿弥陀佛 新书发表会的场地准提经院 位在桃园市桃园区的民族路上 是台中乐禅林道场的桃园分院 设立在市区让有缘众生 多一个心灵的修行处 并且经常推广禅修 佛画 花艺等课程活动 就是包括禅修 静坐 拜灿 祈福 乃至于我们有点准提灯 大众都可以来这边 我们来点准提佛母 那也来点准提灯 为我们全家来祈福 那第二个呢 我们会有一些属于试学的课程 也是我们所谓的快乐生活禅 我们希望能够提倡一些 老人的公益活动 乐灵活动 乃至于我们刚刚办过 所谓的这个红孩儿夏令营 法师表示 乐禅准提经院是一处推广正能量 安定身心灵的好地方 欢迎大众踊跃参加 准提经院举办的各种活动 一起共享快乐的生活禅